南勋格带来优雅的南管乐音为活动揭开序幕 2022戏村大稻城不为疫情在坚守防疫规定下照常举行 主办单位大稻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今年依旧安排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邀请民众感受大稻城的戏曲魅力 我们大稻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办理的戏村大稻城到今年是第六届 那么过去我们就是把这个戏演在该演的剧场当中 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把这些演出打散在我们大稻城各个角落 我们的店家他有室内有户外的 然后透过这些观众进到这些商业的空间 商业空间里面又有表演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你单纯原来这个表演出的这个能量 其实是可以跟商业的这个空间做一个互动以后 就是把这种文化观光的性质带到我们大稻城这个街区来 是非常合适的 那去年也蛮成功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可以再次举办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 我们当然非常关心就以现在的疫情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保护到我们的观众 跟我们的这些月听的人口 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迪化街的这个商圈的活动如果我们是我们这个西村大陆城是跟着我们商圈活动在一起在进行的 那也会依着疫情的状况去做应变 就是首先因为我们认为疫情可能到了现在这个情况 要慢慢学会跟疫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共存 就我们怎么样人怎么去跟这个疫情共存当中 我们要找出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阻断或是隔绝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包含旅售好评的道侠料天丁讲中系导览 还有多场工作坊讲座与展览 在5月7号8号两天的主题日更打开大道城15个秘境后花园 将掌中系舞蹈与各种传统戏曲元素结合迪化街老屋空间 让民众感受穿梭时空的戏曲魅力 这一次呢西村大道城还是以看戏听戏玩戏做戏四个部分 那其实是我们自从4月22到我们的5月8号 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 那4月22开始呢就是有这个讲座的部分 我们先从这个听戏开始讲 连续三个礼拜的礼拜五的晚上七点 我们就有三个不一样的讲座 比如说4月22就是我们的这个廖天丁的游戏制作 他其实对于大道城也非常了解 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填掉完之后做出好玩的游戏 而且是得奖的游戏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光雕布袋戏 4月29的晚上在我们的客厅这个场地 然后在我们的5月6号呢就是我们京剧 我们博优座呢他其实一直在做京剧的创新 所以也来分享一下 怎么保留原来的精神 然后也创作一些创新 让现在更多人可以接触到京剧的部分 然后看剧的看戏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回到这六年都没有缺席的这个廖天丁 来跟大家讲这个有讲的故事 然后也有操偶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廖天丁在哪里 大稻埕的哪里真的曾经有走跳过 比如说他在哪里唱情的 然后在哪里 他女朋友在哪边 然后他曾经被警察追的地方在哪里 大概我们就可以看戏 然后也可以听到这些好听的故事 然后玩戏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两年都有一个实境游戏 就是希望透过实境游戏 来感受大稻埕不一样的故事 那你可能会要去解谜 比如要去青草店解谜 要去城隍庙解谜 然后去帮城隍爷完成一个任务 那我们的这个作戏呢 就是我们这次有配合虎年 有做很多的DIY 有这个老虎的提灯 还有这个老虎的藕 然后还有来教这个布袋戏怎么操作 那其实都很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有一个展览 是讲这个我们的梁州街 以前是布袋戏街 我们知道的小西园 易婉兰 李天路老师 他们以前的这个经济公司都在这里 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5月7号跟8号 这个母亲节那一周的6日 我们5月7号可以在南边的迪化街玩 有很多不同的公间 城隍庙啦 这个十四巷啦 或者是说不一样的巷子里面 还有不一样的空间里面 你可以感受到老屋的感觉 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表演 有乐琴的 有南管的 有歌仔戏的 比如说像歌仔戏很特别 那就是会从没有上装 到上装之后的一个演出 然后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你可以来听永乐座的故事 然后来体验戏服 然后来听乐琴的 就是可以到隔壁的Olympus 好像在去一个异旦间 听这个异旦唱当年的一些 旺春风啦 还是说乌鸦灰啦 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希望重塑 重新塑造新的戏窟 让大家可以更接触 我们自己台湾自己的东西 2022戏村大稻城 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在4月22到5月8号 一同穿梭在大稻城 体验丰富又多元的戏窟文化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